国内社会焦点来看到 嘉义某私立幼儿园 昨天刚开学却发生了乌龙事件 黑名父亲要接女儿放学回家 老师因为还不熟悉 挂错名牌带错了小孩 但这名家长也没有发现 就把别人的女儿给接走 直到对方家长接小孩扑空 才发现不对劲 过程当中双方家长也爆发口角 对此原方已经解聘 错交幼童的老师 后续将依调查报告 依法进行行政裁除 教育处吗 市府教育处人员来到幼儿园门口 因为一号才刚开学就发生乌龙事件 老师竟然让家长接错小孩 他把另外一个报给那个家长 这个家长也不查 没有特别注意小孩子接报 所以也没仔细看脸 发生在嘉义某间私立幼儿园 腰下午一名女童父亲 去接女儿放学 但老师还不熟悉学童 因此挂错名牌带错人 夸张的是第一时间爸爸只觉得鞋子 怎么怪怪的 甚至折回幼儿园告诉老师 小孩鞋子穿错了 但还是没发现女儿不是他家的 带上车后还跟小孩对话 接着带着女童下车去买鸡蛋糕 一路带错娃 直到对方阿公阿嬷接小孩扑空 才经见孙女被不认识的男子带走 后来请他赶快接回来 等他回来 在门口就跟那个阿嬷就有点 从我们都可以理解 因为他孙女被抱住他很生气嘛 女童父亲接到原方电话 发现接错人才开车载回幼儿园 双方家属还因而发生争执 家长也立即到派出所备案 警察行车记录器出不了解 女童没有被伤害 针对他们报告的内容跟相关的 比如说那个经过的状况来做了解 原方当天开会解聘当事老师 并完成相应通报 教育局后续将一调查报告 进行行政裁处 不过开学第一天却发生如此大乌龙 实在让家长放不下行 吉儿蔡宠吴嘉义报道